老花一开箱评测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花 是一个花叶熊掌墓 是一个杂椒的 它是跟八角金盘 还有长春藤杂椒的一个 它是在墨西哥那边做来的一个品种 也是比较小众 咱们接下来给大家看一看 而且还是带锦的 很多花友不了解什么是带锦 其实带锦就是 类似于人得一些个那种白血病 就是有点那种叶绿素的退化 但是丝毫不影响 观赏价值很高 它不影响 这个不是病 好 打开 这个价格是45 咱们看看标情如何 给人的感觉就像 有点像枫树的那种感觉 一盆里边是三棵苗 用到的土壤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只要稍微上一点档次的植物 都是在用这种泥碳土 它是三个组在一起的吗 感觉是三个刚组的盆 它并不是原生的一盆里面三棵 它是三盆怼到一起的 观赏价值还可以 带锦的这种 首先第一点咱们跟大家说 只要是这种带锦的植物 大家一定要给一些光照 如果说没有光照的话 就是差那么点意思的 一定要给光照 像这种植物当大家收到以后 判断不了如何养护的时候 我教给大家一个万古不变的定律 首先半阴半阳 就是光照 短日照就过了 一般是三到六小时左右的光照 完全可以 只要是咱们人的皮肤能够接触 能够接受 它同样OK没问题 第二点就是浇水 任何时候养任何花 都是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 干透浇透 妥妥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再一个就是说到的用途 大家尽量的去买这种 稍微高端植物的时候 一定要看一下 是不是这种泥炭土 如果是裸根的 或者是泥土的 你们可以多翻翻我之前的视频 像这种原盆原土的 大家都可以去买回来 正常的养护 另外还有一个点 就是像我现在遇到这种情况 它是不是三盆跟你怼到一起的 如果是的话 你尽量的给它分开 任何植物到手以后 先检查根系 看根系长得是不是很好 不建议大家三棵怼到一起 不建议大家三棵种到一起 少生忧生 幸福亦生 不过现在国家是唱到这个 唱到这个多生了 用到的土 大家可以看到 跟我们家配方的土差不多 都是这种一等一的进口的泥炭土 然后呢 摻了一些肥料 摻了一些肥料进来 这个肥料没看错的话 应该是奥略 好吧 你们可以看到 稍微上点档次的原意 它都在玩这个东西 你们一天到晚还叶康出息 叶康珍珠炎呢 接下来呢 给苗星进行打费 一个比较小动的植物 咱不知道多少价格 毕竟45块钱呢 也不算便宜了 但是这个商家做的有一些个 你三个给我怼到一起 让我心里面 有那么一丢丢的不舒服 好吧 给80分吧 也算是良好的 但是苗星很健康 没有冻伤 好吧 非常哇塞的一盆花 45块钱 花叶熊掌墨 也就是给大家分享到这了 一个杂交的一个小品种 看起来也是比较不错 如果您喜欢这本花的话呢 您可以在本条视频里面 点赞 评论分享和转发 我随机抽选一些送给大家 不过这等明天春天才能送了 我这段时间我先养着 好吧 这几个长得好一点 我天气转暖了 我都会公布抽奖结果 不过这个棒棒糖 要给我留下 给大家看做棒棒糖的 我是老花一 眼花最转一 下期再见 拜拜